蓝蓝 妈 给我走 拿着你的东西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呀 你那多大了 一直在家里让我养着你呀 你看咱家 现在都成成什么样子了 你还继续在家里 想一直拖累我呀 蓝蓝 我不养着你了 你从今天开始就出去打工去 妈 我不出去 你说你平常身体就不好 我要是出去了 你一个人在家就怎么办呀 你行了吧 我的身体不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你的亲妈 你别管我了 只有你呀 不脱离我就行了 妈 我知道 你虽然不是我的亲妈 但是 自从你来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你一直把我当成亲和闺女一样对待 这我爸都不在了 我不可能不管你的 妈 你不是想让我挣钱吗 我在咱们附近也可以找个工作呀 你能不能别赶我走 你行了吧 在咱们附近 那挣几个钱呀 你也知道 你爸已经走了 我以前对你好呀 是你爸在 现在呀 他都不在了 我也只忘了不让你 你现在 干脆给我滚 妈 你别叫我了 给我滚吧 妈 给我滚 你走吧 永远不要再回来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留下吧 你求我也没用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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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怎么了 我不会怎么了 我都不会让你管我的 蓝蓝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妈 妈 妈 女儿不笑 以后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我走 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 你赶快走 我再也不要 再也不要看到你 妈 我走 这终于 终于快干完了 十二 十二 你这是怎么回事 来 先站起来 别碰你 哎呀 我突然有点头晕 就倒在地上了 这样吧 我先把你送回家吧 走 没事 我在这儿歇一会儿 这活呀 我还没干完呢 你就别干了 走吧 先回家 哎 走走 来 慢点 走 哎呀 走 啊 十二 你说你都那么大年龄了 怎么还去干那么重的活呀 叶子 我不干 我不干该怎么办呀 没办法 你说你这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吃不消也不行呀 你也知道 这你说在世的时候 看病 我们家可没少花钱呀 到现在 外面 都牵着这呢 我不干点活 这个钱 什么时候能还上呀 你那么大年纪了 这些钱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啊 兰兰呢 她在哪呀 兰兰呀 我让她走了 你让她走了 神儿 你真是糊涂啊 你说虽然说兰兰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可是你从小到大 把她养大也不容易啊 现在好不容易长大了 能为你分担吗 你干嘛要把她给赶走呀 叶子 这兰兰 她从小就聪明 我不能一直 让她留在家里啊 我要让她出去闯一闯 神儿 你这辈子 永远都是为别人考虑 问问别人着想 从来都没有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燕子 这也是没办法呀 我都不能看出来来 在这农村 待一辈子吧 我也希望 她以后的生活 能过得好一点 可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你也需要人照顾啊 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啊 没事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这今天天气 不是有点热吗 我是有点累的了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人家都说养个孩子 将来以后防老呢 你可倒好 那么大年纪了 还干那么劳力有的活 燕子呀 我没事 这说到底呀 我还要感谢你呢 刚才又不是你呀 我还不知道 会成什么样子呢 行啊 你就别感谢我了 那你在这歇会儿吧 我就给你做点饭 你吃我饭 那燕子 麻烦你呢 别跟我说 那么客气的话 我去了啊 这燕子呀 对我是真好 婶儿 你这是去哪儿呀 建宝 我没事 我去问她弟弟看看 婶儿 你说说你 都多大年纪了 还有一个人 种着地呢 哎呀 你说说 之前那年弟啊 我能种粘菜 要是不种粘菜的话 我吃什么呀 婶儿 不是我说你 当初啊 你就不应该把你那个羊女给赶走 现在你把她赶走了 谁问你啊 真宝 你也知道 我不把兰兰赶走 她一直在家里 能有什么出息呀 是 她现在是有出息了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回来看过你吗 这不是亲生的 就不是亲生的 她呀 也不会记着你这个妈 更不会回来看你 不会的 这儿兰兰呀 自从小就懂事 乖巧 我想着 现在 她一定是忙 如果她是有时间了 会回来看我的 行了吧 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 这儿兰兰 毕竟不是你亲生的 她呀 不会回来看你了 就算她不看我 只要兰兰过得好呀 我心里也高兴 真不知道你当初怎么想的 我们家兰兰呀 一定会回来的 不要让你说的那样 来 你怎么在这儿睡着的 兰兰你回来了 真的是你吗 是我 妈我回来了 哎呀我们家兰兰变漂亮了 你终于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 我还要多想你啊 兰兰 妈我也想你啊 这不是刚开始 那个时候啊 吃了一些苦 不过后来好了 而且啊 我跟别人俩 还合开了一家小公司 现在公司也稳定了 收入也不错 这不是一直工作吗 就没回来看你吗 真的呀 兰兰 你都开公司了 我就知道 我们家兰兰呀 一定会有出息的 妈 这一切都亏了你啊 这是当时 如果不是你 让我处理党的话 我也不可能会有今天的 兰兰 不管怎么样 整理过得好呀 妈就开心 妈 其实我这次回来 不仅是回来看你的 我还想着 把你接到城里去 跟我一起生活 啊 你要让妈这个老太婆 跟你去城里 是啊 我在城里 买了一套别注呢 真的呀兰兰 那可不行 你看妈一个老太婆 这在农村呀 什么也不懂 这大城市里 不给你添麻烦呀 妈 你说什么呢 你看看你 这慢慢的 年纪就大了 你说你在家 我也不放心啊 我平时工作忙 这也没办法 回来照顾你 所以啊 把你接到城里去 这样的话 咱们娘俩 就能天天见面了 那行吧 那既然我闺女啊 有出息了 妈就跟你一起啊 去享福 这就对了 妈 那咱们收拾东西去 那行 走 太好了